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期视频分享我申请香港汇丰Ride信用卡全过程经历 耗时三个月成功收到 我分别申请了Ride和Pulse信用卡 两条时间线 Ride时间线是3月5日申请 耗费了两周时间得到了批复 然后汇丰于次日3月20日寄出 默认是平游 而且是寄送到你的那个英文地址 即使你之前申请汇丰狼狮子扣张卡的时候 改过了中国内地的中文地址 他不是寄送到那个地址 而是寄送到你这个中文地址 就你改那个地址是没用的 你还得改英文地址才行 但是那个英文地址只能改成英语拼音的形式 第一个地址是没有收到的 后面我搬家了 然后我改到新的地址是在4月5号进行修改的 他于 这又过了两个礼拜 你看他可能这个是不是操作比较慢 4月19日补发了平游 那时候应该是我申请过让他补发 据他3月19号批复只差一个月 那时候我没有 我应该是问过他能不能发挂号信或者其他形式 他回复说不可以 然后他又默认补发了平游 4月19号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5月20多号 我没有收到我让他补发挂号信 他爽快的答应了 他可能觉得我发了两次没有收到平游 然后我强烈要求他补发挂号信 他答应了 后面他联系我 说挂号信要排队很久 是否允许修改为DHL形式 我回复说可以 所以说他在5月20 有可能是27 28 补发了DHL 也有可能是6月初 反正这个DHL特别快就寄送到了 应该就是几天 6月5号我成功收到了 汇丰的Ride的信用卡 PaaS时间线是这样子的 3月26日进行申请 其实那时候我的Ride的信用卡已经批复了 所以说这个PaaS信用卡最终没有批复 因为根据我往期的节目 Ride的信用卡和PaaS信用卡 这两个通常而言 作为我们汇丰One的普通用户 只能批下一张 如果观众朋友有哪个是汇丰One账户 然后批下了PaaS信用卡 以及Ride的信用卡 可以留言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4月13号他拒绝的理由是 本能不在香港工作 其实我的薪资工作条件 其实完全是达标的 只是他这个理由比较敷衍 可能就是用一个旅游拒绝你 我其中问过如何修改英文地址 然后问了一个客服 我这样子问的 能否发到内地中文地址 他显然是不能的 然后能否到复 他也不支持 反正就是DHL我第一次申请的是 他不会让我记得 而且问客服改地址 他还要我去香港改 这我就郁闷了 我这个改个地址还跑香港去 不费劲吗 后来我研究过 其实在汇丰网页上 直接可以修改地址 就是可以修改中文地址 也可以修改英文地址 我这一次给大家演示一下 更改个人资料在这个页面 更改个人资料及地址 如果观众朋友申请过 汇丰狼狮子扣张卡的话 这个流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而且你如果不按照这个流程操作 有可能你收不到你的汇丰狼狮子扣张卡 我选的是计时生效 更新你的住址 邦市住及其他通讯地址 大家记得把这个勾上 其实你如果申请改中文地址的话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勾上的话 你那个汇丰狼狮子扣张卡能收到 但是你的英文地址 还是原来你开户的时候 登记的那个地址 这个页面 对刚才我可能露说了 他有两个改地址 第一个是更改个人资料地址 就是红框上面那个选项 他是改英文地址 然后下面这个选项 更新中文通讯地址 这个是你收汇丰狼狮子扣张卡的时候 需要操作的 我就演示这两个地址 都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我搬家了 所以这两个地址都得改 我怎么查看我的地址更新过呢 汇丰应该是会给你发短信的 而且我们在下一个月 这个就响应比较慢了 要查看电子接单或电子通知书 这个可能通常在下一个月 你的 比如说接单啊 或者转一笔钱 他会显示一个新的地址 这样子就表示成功修改了 而且他会给你发邮件 以及这个短信 反正你最好验证一下 而且正常来讲 他这个网页比较稳定 你修改之后应该就会成功 不可能说因为网页故障 给你修改失败 当然建议大家修改之后 等个几天再操作 比如说你修改完了 你立即去申请他补发 他会不会补发到你原来的地址呢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请大家等个几天 等你收到短信 或收到邮件确认成功之后 再进行操作 这是昨日 就是6月5日 这个DHL 他其实在前一天 他通知我即将进行DHL配送 让我修改了一个日期 因为我6月4号有事情 可能也比较敏感 我就让他6月5号配送 这个DHL需要曝光 我们直接在微信 关注一下DHL 一个微信公众号 板定个人账户 就是要注册一下 进行一个曝光 我直接曝光的 填写的是银行卡 品牌汇丰银行数量一 一键 物品总价 我就按25港币报 因为那个 重案银行那个银行卡 我们25港币申请定制了 所以我这里也就报25港币 规格行号信用卡 这个MOS就直接给我放通行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 因为不同的地方 你如果报信用银行卡 会不会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如果有曝光的时候填银行卡 遇到问题的小伙伴 欢迎大家评论性留言 看怎么规避 由于我本能是在北京啊 这个就直接放行了 卡片用途 我收到卡片之后进行了一些使用吧 有三方面的 第一 首先是板定了Apple Pay 这个是在汇丰那个APP里面 激活之后 他提示我可以板定Apple Pay 然后直接顺手就给板定了 第二呢 板定香港微信钱包 这是今天才操作成功的 昨天6月5日 我不知道是不是系统故障 汇丰银行那个APP使用 老友异常 网络连接异常 可能是系统在维护 然后今天板定了 微信香港钱包 那个支付宝啊 香港那个APP MOS使用起来 把钱弄进去了 要消费挺费劲的 要香港人是 才行 我扫码 好几笔都不成功 而且我板定汇丰信用卡 他也提示需要是 验证香港身份 所以比较费劲 还是香港钱包 微信香港钱包 比较好用 第三 预定酒店 我用了那个卡号 好像还有什么奖赏 当然我这个酒店是 到时候 后来在扣款的 就是没有立即付款 经验教训有如下几条 第一 通过汇丰网页 其实是可以修改 中文地址和英文地址的 建议大家就同时修改了 如果你的英文地址 没有你的电话号码的话 建议加上 中文地址的话 当然 他也会 对了 补充一下 之前我收到 汇丰狼狮子扣张卡的 修改中文地址才收到 而且加上电话号码 而且发现 它是通过 EMS这个发送的 并且是把你的中文地址 翻译成拼音的 有网友反馈 现在他直接会 发送到中文地址 就不会把你的中文地址 翻译成拼音 这样子捞一个网 再给你寄送 第二呢 客服他不一定 在汇丰的方方面面 都有了解 比如说我要修改 英文地址 他居然叫我去香港 柜台修改 这不扯淡吗 是吧 费劲吗 第三 中英文地址里面 都添加个人手机号码 以便这个快递员 给你联系 第四 申请补发 要求发挂号信 或者DHL 可以追踪邮件 如果你的距离你 申请信用卡比较短 比如说一个月之内 他可能不一定同意 给你发挂号信 或者DHL 像我这个反复折腾 距离三月五日申请 到六月五日都耗时 三个月 就是他就爽快答应了 给我发挂号信 然后甚至于挂号信 说排队很久 让我能不能同意 DHL形式 然后我也说可以 所以说大家 如果你申请银行卡 距离他发送 才过去 时间比较短的话 你联系他补发 可能不一定给你发送 挂号信或者DHL 如果你的信用卡申请了 然后过了很久 比如说一两个月了 或者你 他给你发频由 发了一两次 还不通过 这种形式 你再去让他补发 他大概率会同意 给你发挂号信 而且我建议大家 偶尔还是使用一下 汇丰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 蓝狮子扣张卡 或者给他转个钱 什么的 你老是使用人家的服务 可能人家觉得你 还是一个潜在的客户 这个客户有价值 你如果帮了汇丰 然后是个僵尸用户 你就想搂个卡什么 搂个卡什么的 人家可能不愿意 所以说 我是有这么一个打算的 我想近期 就是最近 使用一下汇丰 买的那个信用卡 等我用了 比如说用了一个月了 我再去试一试看 能不能申请那个 PaaS信用卡 到时候再给大家汇报 谢谢大家 希望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再见